嗨大家好 在这期影片我们将会揭晓 如何应用CIC投资策略 在30岁的时候每个月投资6000元 在50岁的时候连领40万的股息 那我们先回顾一下上期影片的重点 第一个重点 我们投资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让钱滚钱 以达到提早退休这个目的 所以我们要怀抱着什么心态 倒吃甘蔗的心态 第二个 钱滚钱的投资策略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单利投资策略 第二种叫做富利投资策略 第三种叫做双重富利投资策略 那这三种投资策略当中 双重富利投资策略是赚最快的 那么第二种是富利投资策略 然后第三种才是单利投资策略 第三个重点 CIC投资策略 就是股息再投入第1个富利 加上股息成长第2个富利 这两个卡在一起就是 双重富利投资策略 那有人会说 我知道股息再投入这个方法 这是我可以控制的 但是要如何找到股息持续增长的股票 真的找得到这种公司吗 那Kevin可以100%肯定的跟大家讲说 这种公司存在 并且在美股当中有非常非常的多 像是巴菲特标志性的可口可乐 那可口可乐它股息成长已经超过了58年 那Kevin在2021年初的时候 进行了一些股票的筛选 要找出一些适合CIC投资策略的公司 第1个筛选条件 S&P500成分股 S&P500就是美国的500大企业 那就代表说这些公司够强 它不会轻易的倒闭 那第2个筛选条件就是 值率要大于4% 我认为4%是最低卡 如果再低的话 我可能就无法接受 第3个 EPS也就是美股银语 要持续增长超过5年 包含今年疫情的部分 那么美股银语是什么意思 美股银语大家可以把它理解成 公司赚钱的能力 如果EPS每年越来越高的话 那就表示公司越来越赚钱 第4个筛选条件 也就是近5年 每年平均股息成长超过5% 第5个筛选条件 股息增长要超过10年以上 那代表说 这已经形成了这个企业的一个文化 筛选之后500家公司 就剩下13家公司 那Kevin就例举其中的一家公司 在录制影片的当下 他的殖利率是8.39% 近5年平均股息增长率为9.4% 且股息增长已经超过了51年 这家公司的名称叫做Altria 美股代号NO 简单介绍一下这家公司 它是美国的一家烟草公司 这家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贩卖香烟 其所拥有的香烟品牌万宝路 已经占据了美国市场超过50%的份额 是美国境内最大的烟草公司 公司积极的跨足口服烟 电子烟或是一些大马的市场 好那我们现在假设 我们现在的平均薪资是3万元 那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们先存一个月到NO这支股票 并且之后每个月都存两成的薪水 也就是6000块 存满一年之后再进行投资 如果各位保持着我们前面所培养的共识 也就是倒吃甘蔗 让钱滚且已达到提早退休享受人生这个目标 那每个月存下薪水的20% 其实不会是一件难事 那运用CIC投资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表格 在第四年的时候我们可领的股息高达了12万 那第20年的时候我们可领的股息可以高达74万 那10年的总收益是50万 20年的总收益是455万 收益是如此的惊人 但这个表格是还没有扣除税率 我们投资美股一定要讲到税 如果我们是台湾人 香港人 马来西亚人 或新加坡人 那我们拿到股息之前 我们会被先扣除30%的税收 大陆人则是扣除10%的税收 当然这30%的税是可以拿回来的 那如果拿回来呢 可能就要请各位去询问一下自己的会计师 另外如果外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话 那可以不用缴纳30%的税 也就是说像是我们台积电 我们台积电在美国也有上市 它的代号叫做TSM 那它所发放的股息就不会被美国扣除30%的税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如果我们是台湾人投资MO的话 我们被扣除了30%的股息税 那我们可以获得多少收益呢 就是片头所说的 30岁开始每年投资6000块 50岁的时候就能领到40万的股息 虽然我们台湾人投资美股 原本我们在第20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领到的股息是74万 如今只剩下40万 但是这个40万还是超过许多台湾的标的 Kevin常常听到有人说 美股被扣除30%的税实在是太伤了 那我还不如直接投资台股去好了 至少台股不会被扣除30%这么多的税 这边Kevin要提出自己三个看法 希望可以减少大家对投资美股的一些疑虑 第一个看法 美股券商像是TD或是FIRSTRAIN 基本都可以进行股息再投资 也就是领到股息的时候 自动帮你买进同档的股票 而且可以买到小数捡第二位 也就是假装现在股价是100元 那你拿到的股息是5块钱 那你还是可以买0.05股 而这是台股所没有的 第二个看法 在台股中 你要找到股息连续发放超过10年 并且年年增长的公司 可说是凤毛麟角 这样就非常的难以去使用 CIC投资策略 下面这张图是台湾人最喜欢投资的存股标的 也就是0056 它近十年的配股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 0056配息没有持续的增长 并且还蛮不稳定的 在2010年的时候还有中断配息的记录 那另一个例子就是玉山金 玉山金整体的趋势 相较于0056是比较好的 但是也可以看到它2016年以前 它股息发放是蛮不稳定的 并且在2009年的股市危机当中 也是有中断发放鼓励的 第三个看法 如果现在有两家公司 A公司 它第一年给你比较高的薪水 但是它之后它调薪非常的不稳定 而且它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还会把你拆远 第二家公司B公司 它在第一年的时候给你的薪水 相较于A公司来讲是比较低的 但是它每年都给你加薪 并且越加越多 而且在金融危机的时候 它也不会把你给拆远掉 那A公司就像是台股的股息股 那B公司就像是美股的 优良的股息增长股 选美股或选台股并没有对错 但是Kevin更倾向于投资美股 虽然美股一开始领的股息会低于台股 但是短则5年 长则7年 就可以超越台股 并且 美股的股息会越领越多 台股到最后将无法望其向背 而且美股当中还有许多公司 就算它被扣除了30%的股息 它的值地率还是赢过许多的台股 到这边 我们再回顾一下这两期影片的重点 第一 我们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前滚前 并且尽早的达成退休这个目的 那我们就要怀抱着 倒吃甘蔗这个心态 第二个 前滚前的投资策略有三种 第一种叫做单利 第二种叫做负利 第三种是双重负利 那如果可以的话 各位一定要选用双重负利策略 因为它所带来的投资绩效是三个当中最好 第三个重点 CIC投资策略就是双重负利投资策略 它就是股息成长再去加上股息再投入 那股息再投入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那股息增长就要看一家公司的体质 以及公司的文化 那美股当中这种公司非常的多 第四个重点 不管是投资台股的股息股 或是投资美股的股息成长股 我们都要秉持的一个重点 就是持之以恒的投资 因为复利效应是建立在不断的堆叠 最后Kevin有一个非常好的档案 想要分享给各位 这次Kevin花了大概两天的时间去进行制作 那这个表格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这表格可以帮我们算出 我们投入多少资金 然后我们可以获得多少的回报 首先我们看一下 这边我们可以输入的绿色的表格 那绿色表格这边 我们可以投入第一年投入多少资金 如果各位第一年是投入少资金 好我们前面假设是投入少资金 就是一个月的薪水 那每个月存多少 每个月存6000 也就是一个月薪水的20% 也就是6000 那我们使用NO这个例子 那值利率是 目前是8.39 这边输入8.39 那它其实后面下面的数值就会开始跑了 那股息增长率是多少 那我们这次NO的股息增长率大概是9.4% 那我们把它输进去之后 下面就可以帮我们算出我们这几年 大概可以拿到多少的股息 OK 那我们看到第10年就可以拿到12万 那第20年就可以拿到78万 那这个股息的部分的话呢 是还没有扣除 就是台湾人如果是投资美股的话 被扣除30%的税 那这是还没有扣除这30%的税 所以如果你8.39要扣除30%的税的话 就是8.39去乘上0.7 大概是5.87 那这边值利率的部分就是5.87 那这边9.4 5.87 那我们大概第20年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到39万左右的一个股息 所以其实也是蛮高的 那这边下面还会写一些 10年的平均收益是多少 那20年的总收益是多少 以及一些年化报酬率 那这年化报酬率的部分就是还没有算我们的股价增长 股价如果增长的话你要报酬率就不止这样子 那左边的部分的话就是一个计算的一个方程式 我们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这个就是3万块就是我们第一年投入的资金 然后是3万块 那资金率是5.87 这边就带过来 那3万块乘上5.87 那我们第20年的股息就是1761 就在这边 第20年的股息要怎么算 那就是3万块去乘上6.4 因为我们第一年5.87已经增长了9% 那就变6.4 那3万块乘上6.4就是1919元 那这1761的话呢 他一开始的殖余率是5.87 所以我们要用在下面第2年的公式 也就是 6000块去乘上12 6000 去乘上12 再去加上 1761 是73761 就是在这边 然后乘上5.87 因为他第一年进来 他的值率还是5.87 那就出来的话大概就是 4329 第2年的股息就是这两个相加 就是6249 那这边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表格让我们看 就是我们将这些股息 用图像化的方式 神仙给大家看 那这边就会有人说 那股息增长率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其实真的很重要 你看这边股息增长率是0% 那他第20年的时候他只能拿到14万的股益 就是这个曲线股息增长是蛮比较 没有这么的明显的 大概是14万左右 那如果是股息增长率是9%的话 那你第20年的话 你的股息可以拿到39万 你看这股息增长率 幅度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所以为什么Kevin说一定要使用CIC投资策略 因为这股息增长率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好 那这边还有第2个表格 第2个表格就是Kevin今年年初的时候进行一些 筛选的条件 那Kevin筛选的条件 主要就是要 能使用CIC投资策略的一些企业 我们要筛选出能使用CIC投资策略的企业 那我们筛选的条件有哪些 第一个我们要筛选S&P500成分股 S&P500就是美国的500大企业 美国500大企业的成分股 就是他里面的其中几家公司 那 代表说这些公司够大 他不会轻易的倒闭 那第2个是殖余率要4% 那为什么殖余率要4% 我觉得殖余率要4%以下的话 我个人觉得太低了 那各位可以自己 参桌 参考看自己要多少 那第3个是EPS要连续增长5年 也就是包含今年 他EPS都要持续增长 这样才是我想要的标的 也就是说 就算是今年疫情 还是 持续的赚钱 OK然后后面有一些 股型年年增长超过5% 然后 股型年年要增长 股型年年增长超过10年 这是最基本的 我觉得这蛮基本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Stoke的部分就是这些 股票的代号 那这边性质的部分就是说 这些股票 他是 属于什么性质 大概是属于什么性质 那我们就看到 我们的NO就属于烟草公司 这是 可以稍微查一下的 那各位稍微参考一下 那再来这边是殖利率的部分 这边殖利率可以自己做排序 看你要从大到小 或从小到大 都可以排序 那在这边是股息增长 股息连续增长的年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股仪连续增长的年份是NO 它符合这个条件 它连续增长已经51年了 并且它殖利率还有8.39 这真是蛮多的 然后还有这个 近五年股息平均增长 也是股息增长率是多少 那看NO的股息增长率还有9.48 那其实我们看其他公司 都大概都是5%以上的 因为我们已经有筛选要5%以上的一个条件 那股利分配率是什么 这家公司他赚多少钱 然后他要把多少钱分配给股东 几率来说如果这家公司赚100块 然后他把79块分配给股东 那他的股利分配率就是79 那你看到这边有个142的 144到底是怎样意思 142就是代表说这家公司他今年赚100块 那他 分配给股东是142块 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可能在吃自己的老本 他可能没有赚那么多钱 但他分配那么多钱 给股东 他这边有个底线 一个减号负号的意思 那这负号意思就代表说他的 美股盈余 可能是负的 可能就是负的 也就是说他今年没有赚钱 但是他还是配 席给股东 好那还有第3个表格 是单利的部分 那单利的部分就是 领出每年股息并且不再进行任何的投资 那这边也是一样可以输入 你第一年投入多少资金 然后你责任是多少 那你可以算出来你10年大概资金会多少 那K文哥人是不推荐大家去使用单利的方式进行投资 那第4个表格就是查询股息的部分 那这边查询股息的部分的话这边有个网站 各位点进去的话他会跳到个SinkAlpha这个网站 那只要在上面这边输入你的股票代号 也就是刚刚我K文这边所输入的一些股票代号 像这些股票代号 你输入进来之后他就会跳出来 像我们这次输入NO 他跳出来他的值率是多少 以及他近5年的 平均增长是多少 股息增长是多少 他增长了几年 然后这四季当中他分配了多少钱 他的payout ratio就是股利分配率是多少 那也可以在这边有个difton groove 然后也可以看到 他近5年近10年他的一个 股息增长率是多少 那我来举个例子好 我直接 示范一次 我们把他点进来 我们这条这网站 那我们这网站的话 一开始是KO嘛 KO是什么 KO就是可口可乐 要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最常见的TSN TSN我们就可以看到 TSN台积电 他股息增长率多少 零年 也就代表说他今年股息是没有增长 他相较于去年来讲他股息 就没有增长 那股息是多少 值率是多少 1.43% 所以1.43%很低 他就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存股标的 但是 不能说他不是一个好的股 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成长股 但他就不是一个好的存股标的 那他这边的配息啊 是配多少钱啊 payout ratio是多少啊 你看他其实他没有 把他很多的资金 配给股东 他就 留存蛮多的资金了 股息平均5年成长是18.9 是蛮高的 但他股息有中断 的记录 那我们可以看那边 Dividend Groove 按下去 可以看到 台积电他的股息成长 平均 0年 他今年是下降的 这边今年是下降的 那他平均10年的股息增长是10% 那要如何获了这个表格 其实很简单 只要各位 在下方点赞 并且留言说双重福利投资策略 提早退休享受人生 Cavin就会知道说各位觉得 我这次做的影片的内容 是各位想要的 如果各位需要的话就在下方留言 就会将这个答案寄给你 主要就是让Cavin知道说这东西 Cavin做的东西是你们要的 Cavin就会再继续炒这个方向 继续主力 OK 最后 让我们一起创造优良的被动收入 一起享受退休人生 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 拜拜